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那裡面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顯示更多有沒有 那使用這其實也不是很重要 那點開來之後的話 主要我們需要的東西在哪裡呢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下載 然後有一個什麼智慧圖 有個預覽 預覽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 他會點開來之後 會給你一個所謂的資料存取網址 也就是這個網址 你如果把它怎麼樣 把它點開來的話 複製之後 假設在這邊把它貼上 直接執行好了 他會怎麼樣 直接就幫你下載 那下載之後的話 當然你把它開起來 它就是一個CSV檔 會用以色來開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不是要這樣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可以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最一個按鈕 按下它 自動幫我把資料放過來的話 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就等於是把剛剛程式 直接拿來改一下 應該也不用改太多地方吧 你們試一下 畫面前黃敏哥 所以可以看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二個單元 畫面前黃敏哥 特別注意有幾個地方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來源 然後特別注意 它這邊雖然寫的UTF-8 UTF-8指的是它編碼方式 你想說老師 那編碼方式 這什麼意思 這U的話 只能是unicode 那編碼方式標準是 但是理論上 如果是Google 非微軟陣營 通常都是用這種UTF-8的格式 那目前只有微軟 它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其實會造成亂碼的 最魁貨 也不是 就是 根源其實就是 微軟就是跟人家編碼方式不一樣 那你怎麼知道編碼方式不一樣 第一個你可以把這個網址的資料 先把它怎麼樣 先讓它下載 所以我們剛剛有把它下載一個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 在資料宅中顯示一下 然後怎麼知道說 它的編碼方式是不是 是不是UTF-8 還是微軟的所謂的big-5 那你有一個簡單的方式驗證 如果你點兩下左鍵它是開起來 但特別注意請你按右鍵 右鍵之後請你按下編輯 那它會用記事本 因為它CSV就是文字檔 那你想說為什麼我按編輯一下 或者你用開啟檔 好像用記事本也可以 我看編輯是不是用那個邊 對也是 或者你按右鍵 另外一個方法 開啟也可以用記事本 兩個方法都OK 怎麼知道它的編碼方式都OK 其實這邊的話有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不過你看一下你會發現 這裡面好像第一個它逗點有沒有 都是逗點隔開 這個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逗點 不過它這邊好奇怪 這邊為什麼多了很多的空白 OK 所以其實應該假如說以前的話 我們在手動再把它取代 不過其實你BBA如果寫好 甚至你可以自己再加一個取代功能就好了 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replace的函數把它取代掉 好那接下來最後我主要關鍵說 那個編碼方式我怎麼知道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 檔案有沒有 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之後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它這邊就會顯示編碼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大概百分之 我的經驗裡面大概95%以上 大概就是兩種編碼方式 一個就是什麼 你們現在看到ANSi ANSi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微軟的那個編碼方式 所以在繁體中文下就big5 big5 它的編碼就950 950 另外的話 底下這個才是UTL-8 所以會造成乱碼就是說 如果像Google都是用UTL-8 或者其他正義像Oracle 或者其他的軟體 非微軟的都用UTL-8 但是微軟都用ANSi 不過新版好像又變成Unicode 可是它又跟人家用的Unicode標準又不一樣 還是亂碼 所以基本上大概會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檔案它是ANSi 也就是說我將來 可能如果要下載正確的話 需要改兩個地方 所以剛剛那個程式嘛 我們那個CHV這個程式 我把它複製貼過來 需要改三個地方 OK我們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我改完之後 我先按F8 第一個先把資料清空 要改哪些地方呢 第一個 當然這個位置一定是不一樣 所以我剛剛這個有沒有 這一串本來是 從Google那邊下載的 所以你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從那個我們剛剛那個 新北市政府 剛剛這個應該這個 從那個什麼預覽這邊好像可以找到 預覽 點進來 就把這個直接貼上就好 但是這個訊息是錯誤的 其實它給我們錯誤的線索 所以如果你沒改剛剛的地方 下來的東西會亂 這第一個要注意一下 它其實是Big 5 首先第一個改這一串 第二個的話改哪一個呢 改這裡面這個有什麼 TESHFIRE的什麼 Pattern Form 有沒有 這個Pattern Form 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編碼方式 如果是UTF8的話 就是它剛剛錄下來的 它剛剛錄下來 應該是這個 65001 這個是UTF8的 這個Pattern Form的編號 它沒有用那個 如果是Big 5的話 那就是950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1改這個 2改這個 3的話改哪一個呢 改Array後面有沒有 那這個後面有幾個E 主要是跟什麼有關呢 跟你有幾欄有關 所以如果說呢 它剛剛我們 如果你下載的話 它裡面是下載 總共這麼多欄 所以它一個E就表示一個欄 那因為我們這個 零售市場裡面下載的資料 總共才5欄 所以你就留下5個E就可以了 其他應該就OK 其他都不用改 OK 所以改1 就是你的那個來源 2的話改編碼方式 3的話呢 改你有幾欄 3個地方改完之後 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來試一下 有個卡 基本上 這個已經清掉了 然後呢 再去連到它之後的話 那編碼方式設定一下 其他不改 然後再來就是 我只要裡面的5個欄位 OK 如果說將來某一欄 你要隱藏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是改成9就好了 比如說你最後一欄 你不要顯示 好像可以改成1跟9 這個你們可以再試一下 因為這個我之前好像有印象有改過 然後再來的話呢 底下最後把資料抓下來 就refresh這一行 refresh一下 OK 好 這個時候它就真的到網路上抓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很快可以把它抓下來 OK 其實你說這個動作 其實將來在寫python也是這樣寫 而且python寫的可能還比這更複雜 python裡面還沒有這些 這麼簡單 python可能做一堆事情 也是一樣 只是把網路資料抓下來 但是我覺得VBA這部分其實相對比較簡單 特別是要改幾個地方 可能要待會注意 三個地方 一 這個路律改 二的話呢 如果你看到是ansi的話 記得改成950 OK 950 如果說呢 它原來是utl8的話 記得是65001 這個可能也不用背 但是你將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記一下這個 最後就是說你有幾個欄位的話 那就是array後面呢 你就給它幾個e 它就會幫我把資料